一位退休的美國陸軍宗教表示 一場新的冷戰正在醞釀 一邊是美國一邊是中共和俄羅斯 羅伯特·金馬尼斯曾經在過去幾十年 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 做過冷戰戰事 他說中共政權的敵對性、奪權性質 和他和俄羅斯的聯盟 令他想起了親眼目睹的蘇聯崛起 馬金尼斯向《大紀元時報》表示 《我以前見過這個現在又看到》 自從特朗普政府後期以來 分析人士一直在進行這種比較 當時美國開始採取越來越強硬的行動 以對抗中共政權構成的一系列威脅 拜登政府繼續廣泛對抗中共政權的侵略行為 強調建立聯盟 以建立統一戰線來對抗北京 今年9月 美國、英國和澳洲 中共啟動了一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 稱為AUKUS 重點是印度太平洋地區 此舉被廣泛視為 是針對該地區中共的軍事霸權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最近建議美國和中共修補 他們完全失調的關係 並警告說 新的冷戰可能爆發 美國眾議員加拉格爾就認為 美國處於和中國新冷戰的早期階段 而美國空軍退役上校 兼全球戰略家斯泰納和馬金尼斯 一致認為 AUKUS是美國試圖組建北約的亞洲版 是對抗中共政權的開始 斯泰納表示 美國努力和亞洲國家結盟 其中包括印尼、日本、韓國和越南 而中共政權已經把他的手 伸入了大多數的這些國家 他說 相比之下 最初在1949年 接入北約的國家 和蘇聯沒有金融或經濟聯繫 因此 組建一個亞洲版的北約 終會比在二戰結束時 組建北約要困難得多 對於馬金斯來說 在認識到中共構成的日益嚴重的威脅後 資產階級聯盟正在聯合起來 對抗巨詐毀性的中共軍隊 他說 中共政權認為美國是他們的敵人 並補充說 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形勢正在在世界各地激爭 馬金尼表示 中共即將在核領域挑戰美國 他指出 連中有報告指 在中國西北部城市 門附近新建了接近120個導彈發射井 在遙遠的新疆西部地區 又修建了110個發射井 馬金尼斯說 隨著中共的威脅不斷加強 中共政權和俄羅斯之間的同盟 也日益受到關注 增加了新冷戰的可能性 他們的第一次聯合海軍演習 在2017年進行 他說 最近中國和俄羅斯 也調整了在阿富汗的佈局 馬金尼斯表示 中共政權正在擴大全世界的影響力 不像我們過去經歷過的任何情況